很久沒吃到的味道 一樣好吃嗎? 差不多 白飯小偷 韓國人叫我就是差不多 我們現在要去西門町 我自己回來基本上是不會去西門町的 因為對我來說西門町就是一個觀光區 但是韓國人來台灣是一定會去西門町 所以就帶我爸去西門町逛一逛吃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要回新煮了 你在想吃什麼? 最想吃的是芒果冰 好熟悉的地方 我應該有超過一年沒來了 哇 感覺很熱 30度啦 我們現在呢要去吃午餐 我們要去吃的餐廳是我們之前 住台灣的時候很常帶韓國家人們去吃的 因為那一家呢 是韓國人很喜歡去的一家餐廳 但台灣人比較少知道 真的嗎? 你告訴我之前我不知道耶 韓國人來台灣的話一定會吃那一家餐廳 對 他們就是韓國人找到了Kiki的平替款 在這裡 Kiki的話有點貴 喔對 所以這裡很便宜 味道也不錯 對 對 剛從他第二倍頒獎 你可以點不同的糖度 你就是全糖 但是我不知道 看看他熟門熟路 你都還記得要怎麼走 你都還記得要怎麼走 在起碼的時候我很好看 然後在這邊我吃水 對 對 因為我們真的來吃過很多次了 就在這 真川味 他一條街就有兩家分店 之前就是 疫情前的時候 都要大排隊的喔 不知道今天要不要排耶 兩邊都可以 那一家 看看 這邊都是韓國人 超多韓國人 整間都是韓國人 他位置超多的 我們才說沒有遇到韓國人 結果這邊都是韓國人 他這裡就是賣川菜的店 然後他的價格就是 比Kiki清明一點 但是味道很像 所以就韓國人很喜歡來吃 而且在西門町很方便 他家有聽到旁邊都是韓文嗎 韓國人最愛點的老皮嫩肉 竟然賣完了 我們那天才在說 韓國觀光客好像變少了 結果都在這邊 整間店百分之九十都是韓國人 蒼蠅頭 蒼蠅頭就是韓國人非常喜歡的一道菜 我自己原本對蒼蠅頭還好 但是就是跟著他們吃一吃 我也覺得很好吃 因為他非常的下飯 因為他這個蒼蠅頭是用 用韭菜嘛 但是韓國的韭菜不是長這樣 韓國韭菜就是吃豬肉湯飯的 那種扁扁的 這種比較好吃 超下飯的 很久沒吃到的味道 一樣好吃嗎 白飯小偷 韓國人叫的就是差不多 還有我喜歡這些紅色的辣椒 又來了我們的菜 我們點的都是韓國人必點的 空心菜也是來台灣必吃的 然後這個蝦仁花蛋 我回來台灣也是狂吃菜 但是呢因為我覺得我們在韓國吃習慣 他們都是涼拌的菜 或是一些醃的菜 就是比較沒有油 然後我回台灣吃太多草青菜 就會覺得有點消化不了 因為太油了 我覺得你一碗飯應該不夠喔 我覺得你一碗飯應該不夠喔 又來了鳳梨蝦球 耶 上齊囉 盡頭先吃 開動 我也要吃了好餓 好餓喔 對 一個吃的蛋 也去幫忙吃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吃到一條 我覺得大家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吃到一個超空心菜又這麼幸福 住到韓國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海邊泡的已經還好泡了 一定要搭配著一起吃 新鋪 好多人喜歡的啤酒 就是台灣的其他啤酒 第一種生啤酒 大中午的 但是剛剛旁邊的韓國人都在喝 你可以當18天的廣告模特 你看起來好幸福喔 哈哈 左邊手搖杯 右邊18天 吃飽飯我們要來買水晶餃 這家水晶餃呢 是我小時候吃到大的 是我也是我爸媽推薦 他們年輕的時候在台北 打拼的時候吃的東西 而且他只有這邊有 所以我就是來西門店的時候 都會想要來買 就是這家紅美水晶餃 我爸之前也有吃過了 哇 一顆是12塊 一顆是12塊 謝謝掰掰 但我很飽 這樣 就是 很水晶的感覺 很水晶的感覺 晶瑩剔透的感覺 晶瑩剔透的感覺 它的餡是那種 很甜甜的肉餡 然後有 然後有 那個 碧琪 還有一支 再來呢 歐爸他有一家 很喜歡的冰店 他來西門町都會來吃 芒果冰 這邊超多韓國人來的 上面全部都是韓國人 上面全部都是韓國人 就是這些 就是這個芒果冰 等等 但我自己客觀的評價 這家的確是蠻好吃的 可是它的價格就是比較貴一點 嗯 上面又有很多韓國人下來 那你覺得跟樂華夜市吃到的那一家比咧 這家比較好吃 這一家比較好吃 沒有芒果 沒有啊 先吃原味 我覺得它這個冰很好吃 對 沒有甜 沒有很甜 但是牛奶味很爽 好吃啊 只有在台北才會吃芒果冰 回新竹不會吃芒果 回新竹都是吃 傳統冰 聖雜的嗎 傳統冰就是紅豆冰 豆花那種 在新竹沒有那個芒果冰嗎 真的假的 有啦 有啦 但是因為 爸爸媽媽他們比較喜歡吃傳統冰 芒果真好吃 台灣的芒果 天天麗也是韓國人很愛的一家店 你看排隊排成這樣 但我們真的是吃不下了 再吃下去要吐了 沒辦法吃 你要回新竹了 新竹更可怕 新竹更可怕 好大大雞排消失了耶 怎麼會 哇 變成電影院了 我們已經吃飽了 但大家 帶大家來看看韓國人都吃什麼 所以這個阿中麵線也是必吃的 你看還是超多人 而且竟然還有韓文 打卡景點 韓國女婿回新竹囉 終於回家囉 我們要去吃晚餐 吃的這一家 我好像沒有吃過 但是爸爸媽媽很可以見 台式的日式盆子 喔他有一個電視可以吃 石鍋飯 豬排電視 很豐盛耶 哇 很厚嗎 喔齁 真的很厚耶 海鮮火鍋 料超多的 這個是醬燒雞腿 請把肉擦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 哇 不錯喔 它都吃完了 我的才上 我的是鱈魚 耶 大家知道我們在哪嗎? 就是全新竹人都在的地方 巨城 我們超久沒來了 第一次來巨城 第一次來巨城 你看你雙下掰 已經出來了 你要吃滷肉飯? 我要吃這一家 我上次吃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的那個酸菜白肉很好吃 我已經點好了 換你 請看一下 我吃你不喜歡的酸菜白肉鍋 因為這個不錯 滷肉飯又有滷排骨 又有小菜 好啊 這個好像是新開的 我沒有喝過 漂亮 我幫你點了 點了什麼? 黑糖粉粿奶茶看起來很好 我的綜合滷味品牌 然後酸菜肉片湯跟拌麵 耶 你的套餐好抬喔 很久沒吃的滷肉飯 這個我在韓國是絕對做不出來的 這個太難了 喔你有拍照 拍照快點 你看每個人都拍照的 很好吃 沒關係 好吃嗎 好吃嗎 美食間的滷肉飯就是 一般就是那種 不會出錯的滷肉飯 燙青菜 我們家各自選的 各自想吃的東西 你跟爸爸撞套餐了 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爸爸那是滷肉飯加蒜辣湯 我的是滷味品牌 我吃一塊滷肉 就是有肉 我吃一塊 看見 水 還好 我們家那邊的滷肉飯比好 太好吃了 來逛五頤糧品 我每次回来都会逛一下 因为无印良品有很多台湾才有的产品 就想要买一点 你看很多这种在地的 大家应该是不会来这边买 但是我觉得还蛮多还不错的商品 金桔酱哦 还有仙草甜汤诶 而且它才50块还蛮便宜的 我想买这个 东方美人茶的法兰酥 我很喜欢吃法兰酥 很烫哦小心哦 芋头奶油 芋头奶油冰 芋头奶油冰 好香哦 好香哦 嗯 好吃吗 蛮甜甜的好吃 嗯 辣辣 好久没吃到红豆饼 蛮好吃哦 我们在等 美美在逛街 然后我们在吃 雙下巴已经出来了 咯 嗯 嗯 不哼 咯 咯 咯咯 咯咯 姐姐的上下巴 咯咯 咯 呵呵 这个 这个很好吃 地瓜酥 我要找梅子口味 果凍 芒果凍 突然有點想吃這個 這是懷念的味道 好想喝這個 客家擂茶 好久沒有喝擂茶喔 這感覺很健康 買一下 來買一下剝皮辣椒 剝皮辣椒拿回去煮湯都很棒 買蒜蓉醬 回去沾蛋餅 最重要的精神糧食 我的蛋餅皮 到了 滿了 這個是韓國人來必買的 QQ 巧克力球 已經 三包 買一下 這很需要 我要買牙膏 因為這一款 就是它改名字變好萊 真的超級涼 韓國買不到這麼涼的牙膏 我要買魚酥回去 當下韭菜 台灣拉蛋水 對啊 這泡在湯裡也很好吃 我要來買唇上布丁蛋糕 這真是新竹的特產喔 很久沒吃了很想念 不要急摸 啊不要急摸 不要急摸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